拆箱取出 HP DeskJet 3700 打印机系列。 您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撕掉胶带, 然后打开包装箱。 您将在包装箱中找到电源线。 取决于您所在的区域及您购买打印机的地点, 您可能会收到一条 USB 电缆。 这是墨水注意事项页, 警告您不要摄入墨水。 接下来是 65 号黑色试用墨盒。 设置打印机时,您必须使用这些试用墨盒, 否则将无法完成设置。 根据您所在区域及具体型号不同, 墨盒编号可能有所差异。 这是 65 号三色试用墨盒。 这是这台打印机的 HP Instant Ink 卡。 在某些国家, HP 为特定打印机型号的替换墨水提供订购服务。 如果您选择订购, 您的打印机会根据您所选择的订购方案, 自动为您订购墨水。 并非所有 HP 打印机都可提供该服务。 旋转包装箱,接触打印机。 控制住包装箱,抓住打印机并将其从包装箱中滑出。 有一些需要查看的附加宣传页和指南。 这是打印机的设置指南, 其中包含设置打印机的书面步骤。 接下来是使用入门指南, 其中包括有关您打印机附加功能的信息和一些基本故障排除方法。 下一步,取出打印机每个侧面的泡沫塑料端盖。 折断塑料并将其从打印机周围取下。 拿起之前放在一旁的电源线, 并去除扭线环。 将电源线一端插入打印机背面。 将另一端插入墙上插座。 在本视频中,我们使用的是电源插线板, 但HP建议使用墙上插座才能获得最佳性能。